好来看到花莲南区退休公教人员协会每年都会安排两次的出游计划 这次是安排到台中彰化还有南投的四天三夜之游 总共有70位的会员是自愿的来参加 那么理事长说呢每一位会员平时退休就在家或者是参加协会活动 难得有这样团体出游机会大家都非常把握时间 花莲南区退休公教人员协会每年都会安排两次的出游计划 这次是安排台中彰化南投的四日游 总共有70位的会员自愿参加 理事长表示每一位会员平时退休之后就都在家 或是参加协会的活动 难得有团体出游机会大家都非常把握 那参加的人数有70几位就两部游览车 带我们这些年长的公教退休人员出来旅游 那一方面可以促进我们的国旅的一个经济的发展 那也可以让老人家在这个平常能够有一个休闲 有人能够带领他们出来玩 抒发这个让促进身心健康 每个会员到了一个景点都会与朋友合照留下纪念 这次能够出游来到中南部非常开心 走出湖外看看外面的县世人文风情 南区退休公教协会每年都针对退休人员举办多样化的讲座 旅游等等的活动 让辛苦大半辈子为公家付出 为民服务的退休人员 能够有更丰富多才的退休生活 记者高中双玉玉镇采访报道